我今天要講的是三大養貓新手 或者是還沒養貓的人會犯的錯誤 或者是一些錯誤的想法 首先第一點不是你選貓 而是貓咪選你 這句話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的養貓人生會是怎麼樣的養貓人生 基本上在你養貓的那一刻 就已經決定了 我簡短的講一下我跟他的故事好了 我其實一剛開始不是要領養他的 我甚至一剛開始根本就沒有要領養 跟大家一樣我想要養幼貓 我想要養品種貓 那因緣機會之下呢 我還是決定了去看 不是因緣機會 因為沒錢的關係呢 所以我就決定了去領養中心看一看 那個領養中心的媽媽就說 來我教你怎麼選貓 於是他就讓我坐在一張椅子上 然後叫我不要再有任何的表情 不要有任何的跟貓咪的互動 也不要看任何的貓咪 就是直直的往前看就好 然後就直直的坐 也不要任何情緒的波動 也就是坐在那裡 然後他呢就跑到我的腳邊來 然後就直接坐下來 蹭我的腳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 媽媽就說你可以摸他了 然後我摸他摸一摸他就躺下來看著我 當時我的心態就是跟著 那個中途支架的媽媽的方式做 中途支架媽媽就告訴我說 就是他了 反正如果你不喜歡 兩個禮拜之內都還可以拿來還我 那我當時就 然後也非常的 懵懂 然後也沒有任何概念 那老實說 我養貓之前呢也並沒有做功課 反正有多難 反正就餵飼料跟挖貓沙而已 殊不知其實 這門學問還是蠻大 當時大哥已經兩歲了 所以 他也不是我所要領養的幼貓 那 這個就是我跟他的簡短的故事 那一直到現在已經快要十年了 我跟大哥之間的相處 我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他也完全沒有給我造成過任何的麻煩 然後大家一般會遇到的羊貓的很多問題 我都沒有遇到 那 他也都沒有生過病 然後 他也都不挑食 然後他也都不抓家具 然後就是睡覺 唯一的缺點就是彈吃而已 然後其實也就 並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在我的羊貓人生當中 真的是 配合度非常高 羊寵物最講究的就是緣分 我們既然知道了不是你選貓 而是貓咪選你 我真的很推薦各位的是去領養所 請你放棄挑選品種 放棄挑選顏色 放棄挑選功德或母德 請你放棄你任何的主觀的想法 更不要因為這隻貓咪可愛 就把它帶回家 你會後悔的 我已經看過太多朋友 在崩潰的人生邊緣 養著貓咪 聽全歌的話 不會錯的 讓自己的腦袋變成一張空白紙 你有這樣的心態 那緣分才比較有可能會來 當然 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可以遇到 像我跟Douglas這類的事情 畢竟緣分是不可求的嘛 那你真的很想養貓的話 而你又去各大領養所都去看了 好像沒有所謂的這種奇妙的緣分發生的話 那全歌接下來就教你怎麼挑貓咪啦 你要看的是個性 你要找的貓咪呢 是那種大辣辣的貓咪 怎麼樣抓怎麼樣丟都沒有關係的貓咪 抓起來 1 2 3 4 5 6 7 8 方向 他也就是乖乖的不動 就這種很easy going的 怎麼樣 個性很溫和很柔的 然後大辣的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那他很喜歡在我的腿上 然後這一隻就很討厭 但是這一隻要抓來甩也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1 2 3 4 5 6 7 好他不喜歡在腿上所以就下去 所以挑貓咪呢可能很花時間 那相對來說今天如果你找到一隻感覺對的貓咪 千萬不要猶豫 直接就把他帶回家 第三點 如果你是新手 千萬千萬不要養幼貓 幼貓是什麼 就是1歲以下的貓咪 你可千萬別碰啦大哥 我甚至於非常推薦 養貓的新手 菜鳥們 最好是養2歲以上的貓咪 因為1歲到2歲這個中間呢 有些貓咪到2歲 他個性都還是會變 所以我當初是不是叫你們挑個性嗎 每隻貓咪不一樣 貓咪到一個年齡之後 個性甚至180度大轉變 都不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比如像我腿上這一隻 一直到2歲才有大轉變 2歲之後呢 他的個性穩定 你非常清楚他是一隻什麼樣的貓咪 第二他不會再有一些幼貓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第三 幼貓真的問題比成貓還要多很多 第四 因為你沒有經驗的關係 你遇到了這些問題 你能怎麼樣 你就是上網查 去旁邊問人 或是來問全哥 當你在上網查 或者是在問人的這段期間 這個問題是根本就還沒有被解決的 你還在嘗試 你還在調查 你還在查資料 時間一拖 貓咪就不爽 萬一不爽呢 他就抓爆你家具 甚至於有可能在你家亂大小便 甚至於晚上半夜不睡覺 然後在那邊暴衝無限 讓你樓下的鄰居想拿刀上來把你幹掉 他還有可能不吃飯 你買再貴的罐頭 再貴的乾糧 你親手做的生食 再怎麼樣營養 再怎麼好吃 他就是不吃 你會崩潰的 你以為只是這樣嗎 最糟糕的情況下 全哥以上說的這些 全部都有可能一起發生 就因為貓咪可愛 你把他帶回家 然後在以上這些事情 隨便發生任何一樣 他只能看著你 你只能看著他 你拿他沒有皮條 你一點經驗都沒有 你什麼都不會 不只害了你自己 然後害了貓咪 所以 新手不要養幼貓 沒有什麼叫做領養座的貓咪不可愛 全世界的貓咪都可愛 但是有沒有更可愛的貓咪 當然有 絕對不是因為他腿短可愛 絕對不是因為他摺耳可愛 更不是因為他有哪裡有斑 或者是有豹紋而可愛 不挑食的貓咪最可愛 不亂抓家具的貓咪最可愛 晚上好好睡覺 不亂吵的貓咪最可愛 不隨地亂大小病的貓咪最可愛 配合度高的貓咪最可愛 那怎麼樣找到最可愛的貓咪 請你把這支影片從頭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有貓的地方就是家 有惡的地方就有牠 小璇關心你的貓咪 多一點罐頭 多一點愛 我們下次見 掰掰